树到流光滑过 那是破献者的树法 原本威力强绝 可顺杀其他超凡者 但在王轩的全光下都被击溃了 在赵青汉 无因几人身前消散 针对他们下手了 破献者 时段 围猎王轩 将青木几人牵扯进来 想让王轩投鼠忌气吗 初次碰撞 破献者中有人嘴角淌血 让他们警醒 这就是有超爵士根基的青年 致强者的底气所在吗 所有人都望向王轩 短暂地沉静 肃杀气氛 让人要窒息 马超凡打破宁静 不想拖累王轩 很干脆地对小狐仙开口 道 来 给我一巴掌 他 小狐仙一点也不含糊 有求必应 在很安静的现场 对着他那张很长的马脸 甩了一巴掌 清脆而又响亮 我认输 马超凡喊道 破献者都没有什么表情 无视他们这里 外太空中 观战者都感觉到了那种 暴风骤雨即将倾泻的紧张气氛 可是看到金色天马的言行 先是一正 明白他想钻空子后又笑了 为什么 我没有离开 马超凡焦躁 不解 白挨了一巴掌吗 很快他又喊道 老清 我要和你决战 快对我出手 赵清汉摇头 道 这是认为 我们来自同一队伍 不认可取巧性质的内部相残 马超凡无言 至于这样吗 王轩看向对面 都是十段层面的高手 竟一起来围猎他 这个场面很不真实 毕竟 破献者已是这个时期 这代人的战力天花板 被誉为封顶人物 在一个超凡大狱都是 光彩夺目的青年制强者 浩瀚宇宙 无尽星空 不朽之地那么广袤 存在大量的超凡行星 如今现世活着的破献者 也只有三名而已 神明之地 仙道之地 科技生命之地 也都相仿 有些破献者沉默着 不想开口说话 但最后还是 有人出生了 竟带着急许默起 道 对不住 和你没有仇怨 你我从前不相识 自然谈不上存在成见 一切都是因为 我们看不到未来 绝望了 要活着 他竟是一个血统惊人的朱雀 罕见的神情 属于先天神明 因为未来注定会成神 暂时化成人身 现在 他一头赤红色的长发 苍白的面孔 整个人缺少那种昂扬的气质 现在竟有颇为萧索 有什么内情吗 王轩进一步问道 另一人抬头 那是一个拥有一头金发的青年男子 比许多女子都要美丽 疑似消失多年的太阳精灵皇族 他也缺少应有的朝气 道 谁都知道 又一个神话寒冬到了 万古黑夜没有尽头 我们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 下次超凡在现时 早与我们无关 我们必然早已成为宇宙尘埃 但不甘心啊 他坦言 没有信心了 这个境界的他们没有能力再续超凡 连大结界中的志强神明都放弃了 无力重塑神话 现在最重要的是活下去 熬到下一次超凡再现 又一位破陷者开口 没有具体形态 属于特殊生灵 是一团乌光 朱雀面色苍白地说道 上一个神话时代的生灵 有人活着走出来了 但只有那么有限几人 挤在一座真实物质凿克出的石屋中沉眠 熬过了漫长的枯竭之夜 这则消息在王宣星中掀起滔天骇浪 真的有人从极近遥远的古代熬过来了 竟是以这种方式 虽然又发现了一块由真实物质组成的巨石 但能容纳的人数依旧有限 如果没有意外 现实中 我们这时代的破陷者 能有三五个名额就到头了 一个金属人开口 他属于奇异种族 先天生灵 是超凡规则孕育出的生物 但现在他很疲惫 神话腐朽后 他会直接死亡 王宣明白了 道 你们为了争夺几个名额 所以 决定先将我除掉 有人寂静不动 有人沉默地点了点头 也有人忍不住开口 道 你们这个队伍共六人 正常来说 你立足在十一段领域 大概无人可敌 而你带着他们 几乎占去了我们这代人 所有的名额 总的来说 不只是他们 在神话末年 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 带着沧桑木起 很务实 根本不会去幻想新神话出现 都在未将来考虑 他们觉得 自己境界太低 过于年轻 先熬过这次的寒冬 在下一次神话复苏时 等到自身真正成长起来后 再去解决超凡的本质性大问题 他们身为破线者 自然都有非同小可的来历 了解内幕 更是知道彼此 所以他们早就结盟了 他们到来前 就各自组成了两支队伍 王轩亚然 两支队伍都是破线者 对于这个时代的竞争者来说 确实无解 除非遇到十一段 你们放弃了 对新神话绝望了 他看着这些破线者 原本都是意气风发 无比骄傲的绝顶青年强者 但现在都少言寡语 没有了昔日 欲与天公势比高的心气 是 我们向现实低头了 没资格再谈新神话 也无力改写什么 一个来自虫族的女子开口 满身都是坚硬的假鞘 事实上 大结界中的至强者 也有十一段的生灵 有超绝世 但也选择妥协 没有任何办法 他们想得到质保 要得到旧约承载物 也都只是为熬过万古黑夜 无论多么强大的神明 在超凡还有最后几个月 就将彻底落幕面前 都低头了 因为根本没有希望啊 一个通体 都是红色鳞甲的怪物 不知道是什么种族 在那里嘶吼 握紧爪子 有些绝望 发泄不甘的情绪 他失态了 能怪他们吗 在这个时期 还剩下最后几个月 确实让人绝望 连大结界中的至高神明 超绝世都疲累了 心灰意冷 他们这样的破线青年 又能怎样 王轩站在原地 没有开口 早些还很愤怒 想杀了他们全部 但是现在 却失去了那种念头 他第一次对超凡者 有种强烈的认同感 在此之前 他总觉得 自己是个现代人 和他们格格不入 他虽然也走在这条路上 但像是游离在众多超凡者之外 一个人举举独行 今天 他第一次感受到 这种大事落幕后的沉重感 这是一个让所有超凡者 都绝望而又悲哀的时代 算了 你们离开吧 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自己 活得有些人 不忍鬼不鬼了 和曾经的我们对比 相去甚远了 一个灰发年轻人开口 并看向赵青汉 青木等人 对他们简单地抬手 示意他们认输 退出战场 看得出 他曾经很骄傲 眼角眉梢都彰显着桀骜 但现在有些异性阑珊 在那里自嘲道 想不到我自己 成为了昔日最讨厌的反面人物 竟有一天 要在对付别人时 以人质牵制对手 灰发年轻人来自神明之地 其身后的阵营赫赫有名 他是超绝功的破线弟子 一个眉心有晶体的年轻女子开口 道 算了 我也觉得难堪 竟沦落到这一步 我退出了 还是去做我的实验吧 我叫渊林 来自科技生命之地的永恒实验室 有缘再见 满头赤发的朱雀 面色苍白 也对无音 轻木他们仰起手掌 道 你们走吧 谁都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原本是群雄猎龙 一起围攻有超绝世根基的王轩 到最后 却都缺少锋芒 有的只是疲惫 心中的某些坚持 让他们各自很难受 好 我们认输 轻木几人先后开口 被接引走了 伴着光雨 从熄灭的大结界中消失 谢谢 王轩开口 这些人虽然想排除他 去争夺活过这个超凡黑夜的名额 但最后关头 却都保住了自身的底线 王轩身体有伤 问题确实不小 虽然他有信心挡住这些人 可以送轻木等人离开 但能有这样的结果 他依旧心有触动 对这些人的观感变了 外界 很多观战者吃惊 而后又都安静了 没有人多余 在这个时代 他们可以体会到战场中那些人的心情 破现者被逼联手 这样对付一个人 或许他们的内心都处在煎熬中 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活着 对不住 我真的很想见到下一个超凡文明复苏时代的到来 一个破现者走来 身体两侧能量手臂成片 密密麻麻 他来自千手神族 又一位破现者开口 不管能不能获得活下去的名额 在这里遇到十一段的强者 我都有些心情复杂 想见识一番 王轩开口 可以 我也想见识一下 宇宙各地的绚烂 领略下不同超凡文明 各自独有的魅力 彼此切磋交流下吧 好 朱雀第一个冲来 他画出了本体 成为一只耀眼的红色大鸟 带着滔天的火光 像是一颗彗星撞击大地 俯冲向王轩 他在破现者中都是顶级的 最起码比许多古书中记载的部分时段生灵要强一些 王轩没有轻慢 认真对待 有些对手 如果放水 可能会被对方视为羞辱 对于最后保住底线的人 他已经认可 吃吃吃 在他的身前和背后 腾起大量的光束 像是渐气冲销 他的体外凝结出一个法体 将其真身包裹在当中 他动用了石板经文中的第二真形图 此时 王轩像是拈花的仙佛 像独自在宇宙中远行的寻道者 像在岁月苦海中浮沉的孤独旅者 和朱雀对抗 砰 朱雀燃血 红色的神语凋零 整个人也如同凋谢的落花 暗淡下去 坠向远方 疑似太阳精灵皇族的青年男子 手持一张金色的大弓 悬浮在天空中 对着王轩弯弓放箭 一时间 像是太阳在炸开 化作亿万缕流火 向着王轩那里 砸去 天地间都是炫目地光束 王轩运转 《仙秦竹简》中的术法篇 施展万寿山河记 身体凌空飘起 周围前是符纹 画成一头又一头圣兽 如同一片星系 它毅力中央 无数瑞兽为星辰 环绕着它 而后咆哮着 冲天而上 那时圣兽的冲击 也是星空的短暂呈现 呼啸着 宛若一片小天地 砸向高天 来自太阳精灵皇族的 青年男子 被一方小天宇拍中 万剑其断 大弓绷断了弦 身体扭曲了 变形了 几乎被挤压为肉酱 王轩开口 你们放不下身份吗 既然要战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一起来 你们是为了名额 是为了生存 没必要下不了决心 好 一时间 树人杀来 开始联手对付王轩 此时的王轩 身体确实有隐患 但是 他决定不留守 认真对决后 依旧无比恐怖 十一段对很多人来说 无解 不达到这个领域 很难想象这个高度 神话理论的尽头 不是说说而已 咚 在全光中 有人身上的甲咒破碎了 满身是血的飞出去 倒在地上后 生死未知 动弹不得 树法如仙垒绽放 摇曳出漫天的超凡之光 有人在亮腔倒退 有人身体被击穿 有人叠穴 仰头栽倒在地上 外太空 钢铁堡垒中 有苍老的声音响起 很强 是十一段超爵士的底子 甚至 我觉得它会更强 还能怎么给它增加难度 难得出现这样一个人 要试试吗 能否压榨与逼迫它 踏出不一样的路 开创新局面 一切都已经晚了 实在太迟了 它才起步 还是个年轻人 境界太低呀